這一題112頁完成畫面 裡面有提到的相關的細節 就是把那個裡面要做的部分做一下 當然有一些如果你想要變化你也可以改一下 比較重要的就是說上面我希望有一個標題 所以上面標我們從上到下來看一下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這個裡面怎麼加 第一個一樣是樞紐分析圖裡面版面配置 然後標題部分的話把它改成 這個應該不是重疊而是上方 所以記得這邊 那裡面的字就把它輸入上去 因為是這個字很多啦所以我先把它 先打好了Ctrl C 直接輸入到這裡面 它叫圖表標題把它打上去 裡面的話假如說跟早上一樣 不過只是因為它是在上面 那我建議 這個跟popon也蠻像的就是你最好要設定的時候 就是點這個什麼框線讓它變實線不要 把它選裡面 因為很多同學有壞習慣都習慣這樣選 那選的變成說 你設定好格式就只有那幾個字 這樣我覺得不OK最好是乾脆點框框就好 讓它變實線 這個概念 無論是popon也好 無論是word也好 都這樣用就好了 OK 所以以後的話就比較不容易出一些怪怪的問題 這個同學就做完之後發現奇怪怎麼有些 有設定格式有些沒有 那就是因為可能是這個關係吧 那我們常用裡面呢 比如說我希望把那個字 把它放大 跟早上 我看是不是有沒有格式要求 這邊好像有 記得我有 那如果沒有我們就 來 把 字的話呢 把它改24 一樣微軟 正黑體 然後 字改成紅色 這個沒關係 再按 加一下標題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把那個 蠻命配置的那個 接下來還有什麼 圖例部分 圖例部分的話我就是 把這個圖例 改在上方 所以 本來在右邊 改在上方顯示 OK 那 字的大小稍微把它放大 因為這個看起來字太小了 所以把它按右鍵 字形 本來是10號字 我剛剛改的12號算 把這個字 改12號 OK按個確定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這個地方有個 坐標軸 坐標軸的標題 那你們新舊版好像都有 只是說可能位置放不一樣 坐標軸的標題 那我希望哪個坐標軸 這個是垂直的 所以記得找到垂直坐標軸 那 哪個方向的文字 它有 三個選項 一個是 旋轉 旋轉的話 意思是說你頭要旋轉才看得到是正方向 旋轉 這樣轉90度才OK 不過一般不會用這個啦 但我發現還是有蠻多人用這種方式 因為 可是這樣感覺就 不是很OK 記得用垂直的 垂直標題 再來的話呢 就把字打上去 這邊的話就把人數 把這個人數輸入上去 一樣 一樣字太小 一樣選框框 選一下框框 之後 再把這個字變黃色 紅色 然後字 大概18 比標題大 比標題稍微小一點點 底下的那個字 標題按右鍵一樣 把字形稍微改一下 那改大概也是差不多16號字 這個大小 我想自己再調整一下 就是當然你不要太大 太大的話 可能宣兵奪主 變成說你比標題還大 那到底 主要是呈現哪部分 還是要有個主 就是慢慢的那個 顏色的話 可能把它改成紅色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大概就完成 我們要的設定 有 等於是比較有系統的把這個部分 把它做完 那剩下來的話就是 其他部分 相關設定 那做完之後呢 那待會的話我們就要繼續來看那個 版面配置 格式 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呢 另外當然 你在 版面配置旁邊 其他還可以變化什麼 就是設計裡面 你還可以設計其他的樣式 像有這麼多 枝條圖他有這麼多變化 不過看來看去好像 原來這種顏色就已經OK了 因為其他好像都單一 只有這個是多種顏色 另外的話如果你要變更 圖形的 類型 比如說你覺得這個 直條圖好像太呆板了 我希望 把它改成 其他樣式的直條圖的話 或者是改成立體的直條圖的話 你一樣可以在哪裡呢 可以在 那個設計裡面 找到 變更 圖表類型 OK 那這個當然你可以馬上 要變成 比如說平面的 2D變3D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 把它修改就可以 比如立體的 群組資料 按確定 他應該就變成一個立體的 那 再來的話如果你要再把它改成其他 像 剛剛同學有試用了一下 像百分比的 百分比的那個 就是立體的直條圖 不過立體的話感覺就是有3D 我們先用那個平面的好了 你可以用那個百分比 堆疊直條圖 那你可以試試看 你會發現 這個 直條圖裡面的 這種表示就是 如果你要呈現的是 這個量裡面 還主要是要呈現出它裡面所佔的 比例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 你會發現不同年齡層 它所佔的比例是多少 有點像這邊就是 把圓形圖的概念加進來 但是它又是直條圖 OK 那如果說這個時候你可能要凸顯什麼 那個圖粒 圖粒好像太小 按右鍵 把圖粒稍微放大一下 12號字好像不夠 再把它改成16 那如果顏色的話再凸顯一下 黑色好像不清楚 改個紅色 按確定 這樣的話就比較清楚 不同顏色 它所佔的比例 買不同的雜誌 比例各是多少 OK 這樣的話也可以做變更 所以我剛剛提過 除了用版面配置裡面 版面配置有這些功能 請各位就是熟悉 之外 在設計裡面 不過可能不同版本的設計 位置不太一樣 不過應該會有一樣的功能 大概就是要找一下位置 這個版本 沒有統一 沒有辦法 那再來的話就是 其他就是變更那個類型 然後其他 還有就是設計部分 你也可以針對 你變更完之後 再去做 其他格式的變更 那這些細項的話 我覺得就是 你如果熟悉啦 以後反正就是知道 有這些固定功能 然後利用這些固定功能 幫你產生 你要的 這個圖 出來 那這樣大概應該就 就差不多啦 因為裡面再怎麼變就是這些功能 他不會多 除非說你會寫一些程式 然後把它變出不一樣的花樣 不然的話就是這些功能 把這些功能熟悉之後的話 將來呢 盡量就是多多的應用 在你的工作上 那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再把它切回到 剛剛的那個 就是這個表 這個樞紐分析表 我們如果說還要再做什麼 交叉 分析的話 OK 那交叉分析有哪一些呢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還想知道一些 就是這裡面呢 雖然已經呈現出那個 哪一些雜誌 然後哪些年齡層 可是年齡層我好像覺得不夠 我還希望什麼 知道後面還有一些 題目是 到底 年齡之外 性別對於那個 這些雜誌 的喜好 有沒有影響 所以要把年齡的因素放進來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說 想要了解 如果我是女性 而且是大專 或大專以上的話 她最常買哪一種設計雜誌 女性喔 而且是 學歷是大專 還有包含以上 這個可能是我想要找的 也許我的族群在這裡 第三個就是大專以上 而且 她的收入是在三萬塊以上 那她比較喜歡哪一種設計雜誌 我想知道的話 那你可能 在 這裡面又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得到答案 因為既然已經有問卷調查了嘛 那你當然就針對這些數字喔 可以再去找到你可能的 這個族群 如果找到的話 將來對於你的那個 業績絕對是有幫助的 OK 不然的話有時候 亂槍打鳥 怎麼會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怎麼 所以這裡的話 可能就是第一個 要增加那個篩選的部分 那不過這邊的話我主要是用交叉 早上講過的交叉分析篩選器 但是還是同樣的問題 如果你的版本 不是2010的話 那 不過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什麼 報表篩選 有沒有 因為 其實 我覺得那個功能雖然很漂亮 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這個功能 其實你可以用那個 我們早上講過的 就是報表篩選 你可以把性別怎麼樣 拉到那個 這個報表篩選裡面 一樣可以看到性別 OK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 就是說 你可以再加那個什麼篩選功能 比如說我今天要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學 這個什麼 就是學歷部分 那我們一樣可以在什麼 把那個 報表篩選裡面再把教育程度拉到 報表篩選 然後也就是說 比如說性別是女性 第一個女性 然後你就按確定 第二個 那個教育程度是在大專跟大專以上 所以請你選擇 那個多選項目 然後把 高中跟 國中 點掉 按確定 那這樣也可以篩出你要的 所以如果沒有那個什麼 剛剛講那個交叉分析篩選器 名稱非常長 交叉 分析篩選器的話 你一樣可以用那個 報表篩選來做啦 只是說感覺沒有那麼漂亮 有沒有沒有那麼炫的 炫力的外觀 但是 其實他還是可以做得出來 然後大專 或 月收入三萬塊以上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能 如果要找到 第三個問題的答案的話 你可能就要把什麼 把性別拿掉 所以往上移動 有沒有 然後放什麼呢 放月收入下來 月收入拿下來 那這個時候就改什麼 改那個教育程度 所以教育程度一樣 所以不用動 月收入是在 三萬塊 以上的話 那一樣是多選 所以把多選打勾 然後 把那個 16000的打勾取消 16000到30000的打勾取消 剩下是 高 三萬塊以上算高薪嗎 好像 也是 剛好而已 台北市生活 三萬塊真的 頂多就是 付付房租啦 繳繳一些費用 大概所剩就無幾了 不過可能 相對起來也算是 不錯的啦 按確定 那當然一樣可以篩出你要的東西 所以呢如果說你的 電腦版本比較舊 那你用這個一樣可以做出來 OK 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說今天我暫時先沒有 還沒用到那個 交叉分析篩選器的話 我們可以用另外的功能 取代 就是 報表篩選 可以在這邊做 但如果說我待會 還是 demo一下 新的版本 2010以後 其實都有 那我們一樣去做 那該怎麼做 待會的話 再來看 我先把這個也把它移掉 把它恢復正常 所以以後特別注意 你做好一個 主要的 樞紐分析表之後 如果你還要針對這個樞紐分析表 再做其他欄位的 條件篩選的話 你就直接再把它拉到 那個報表篩選 就可以再 細部再去 找到你要的東西 你要的資料 這個部分的話是不用那個 新的功能 做出來的 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要用 插入交叉分析器的話 好棒